接下來跟各位上的重點就是密度 各位所學的第一個理化的計算公式 第一就是我們看個影片 這個影片裡面呢 有一些體積一樣的東西 這是電子天平 電子秤 然後這裡有一些玩意兒 體積都一樣大 體積都一樣 然後去秤重 你用手就可以感覺到輕還重 就是用手的感覺就可以知道一些 然後呢 你要確實知道多重就是要秤 打開 揮鈴 蛤 然後就趁他萊哥要記下來 所以他們的體積一樣 可是他們的重量或者說質量是不一樣 那我們跟你講過國中生的理解叫做質量叫做物質的量 就表示你在同樣的空間中塞了不一樣多的東西嘛 那麼塞的越多就會越緊密 那麼這個觀念我們就稱之為所謂的密度 所以中文叫做密度是單位體積內所含有質量的多少 也就是他就是個比值 誰跟誰的比值 誰跟誰的比值 質量跟體積的比值 理論上比的這個觀念各位在國一的數學教過了 國一的數學 所以呢 中文寫作體積分之質量 英文寫作d等於v分之m 我們習慣的單位是體積用立方公分 質量用公克 這就是我們密度的定義 所以以後要我算密度 就是往裡面塞體積 往裡面塞質量 我就可以算出來密度有多少 用普通的話說 密度就是物質密集的程度 塞得越緊密就表示密度就會越大 然後呢 這個國語叫做單位體積內所含有質量多少 這個是簡單的方法這樣算的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空氣的密度就是 帶回去我剛剛講過那個公式 有多少的體積會有多少的質量 我就可以算他有多大的密度 往裡面去灌氣 啊灌氣 灌氣 那罐子裡面有很多的氣體 然後把氣體排出來 用的是我們未來會教的排水集氣法 要秤穿83.7克 然後排水集氣法把水排掉 然後就知道我量了多少的氣體 我有一公升的氣體 再秤一次 82.7克 就表示跑掉的氣體就是幾公克 一公克 所以呢一千立方公分一公克 然後我就算出來的密度 我帶回公式就直接算出來了 非常的簡單 最基本的動作就是這個樣子 OK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就這樣 好沒有問題 恭喜 一定 好的 也 我們